我們這個房間看得出來 女主人是一個非常浪漫的女生對不對 對啊 因為她 第一個她很喜歡花嘛 所以在這個房間裡面 就有一些花的元素在這裡 顏色的部分 因為她很喜歡那種芋頭的布 其實頭紙的布 其實它不太容易尋找 所以這塊布其實我們也找了很久 然後找到最後她很喜歡 床頭的封布 對 床頭的封布 那因為我們的背牆 是白色的烤漆雕花板 所以其實白色配紫色的芋頭紙的時候 其實它整個感覺就會很浪漫 很浪漫喔 這個房間我覺得它這個格局還滿大的 而且它功能很集權 比如說咧 是啊 其實它這個功能 它第一個有化妝台 然後有書桌 然後還有我們的衣櫃 跟一個電視的空間 它有更衣室對不對 好 我們先看化妝台好了 化妝台應該我覺得女主人很棒 因為她很清楚的告訴小慧 她需要是什麼 對 因為其實她一開始的確實就是 化妝台上面有一些就是我們會分隔 會分隔分類 她希望說她在從我上方的時候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下面她所要索取 拿到的一些濕屏耳環 項鍊等等 那因為其實我們化妝台的空間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在最桌下的地方 我們有做了一個小小的活動櫃 它這個比較不一樣 它這個上面其實我們是用一個凹凍的方式 就是我保養品我們通常都是大罐的 對 那藏罐子 所以我只要直接放下去就好了 而且很棒耶 我想起來 它算是不會因為我保養品有的長 有的短 高高低低 罐子大小而有限制了 對 那抽屜的部分我們就另外一桌抽 那保養品放在上面 不管你大小品 通常都可以放 聰明 OK 而且這個空間當中 我們沒有特別規劃書房 所以它書房其實在這個地方你幫它設計 還可以兩人同時使用 對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提到的空間的部分 其實它沒有單獨的一個書房空間 但是因為女主人她本身自己 還是有需要一個閱讀的空間 所以我們在床的另外一側 我們就做了一整排的書桌 跟上面有一個上吊櫃的一個櫃子 對 就讓它有可以達到閱讀 然後一個就是工作的一個空間 OK 這檯面還滿大的 好 那接著看喔 這邊算是它的衣櫃兼電視主牆對不對 對 就是左右邊的地方 我們還是一樣就是去做 收納衣物的空間 那中間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做了一個放電視的空間 好棒喔 這跟我們那個高級主管 是不是一樣的 地理是一定有交代 床對這個電視沒有好 所以平常把它蓋起來 對不對 OK 好 那這邊也有建了所謂衣櫃的收納部分喔 對 就是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在上方的地方 我們是做我們電視的收納 對 那下方的地方 我們是做成抽屜 因為總是會有一些 像這個地方 比較特別是 我們是藏地區的空間 地區的部分 對 那下方就是抽屜的收納 因為如果以為它其實有這樣子的 可能衣物的收納量是不夠的 因為其實在這邊層牆的正後方 它還有一間很寬敞的更衣室 對 就是最大的衣物量 然後就在我們後面的更衣間裡面 來 跟我們去看一看 拍拖了 謝謝 我們要不要再講